同學我們開始上課 這個畫面應該可以看得到 離開會議 What happened? 沒有 我有兩個 誰 誰 我問我 何韻婷 你會來嗎 我有兩個帳號 你們兩個帳號 Oh My God 那同學 Brandon Chen Brandon Chen 我叫一下人 還有一個小朋友沒有進來 Brandon Chen Brandon Chen 我再抓一個人 Brandon Chen Brandon Chen Brandon Chen 了 Brandon Chen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广义的三角函数 那上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先讲了基本的三角函数 那这个接下来的话是广义的三角函数 移动一下这个方面 让我们帅领不要挡到这个画面上课的地方 那本来以前是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的三角函数 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去看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超过了直角三角形 那首先先重新的定义一下角 先看这个第一个有向角 依角为中心 从开始的边我们叫它死边 转向中边 从死边转向中边 那逆时针的时候为正 顺时针为负 逆时针为正 顺时针为负 所以来如果这个逆时针的旋转的30度 我们叫它正30度 顺时针旋转的30度 我们叫它负30度 正负就用来看我们的转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戒角的概念 戒所谓指的就是死边跟中边 所以所谓的同戒角 就是说当我们的三角形里面有相同的死边跟中边 我们就叫它同戒 我们就叫它同戒 可以吗 我们叫它同戒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好了 从A扫动过来到B 这样叫做三百度 三百度 不然能听人家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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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这个还有小朋友没关系 这边应该是可以开始啊 好 这样叫做三百度 那你看哦 除了原本的三百度 我们再多转一圈 除了原本的三百度以外 我多转一圈再往下走三百度 这时候角度叫做几度啊 叫做六百六十度 可以吗 那这个六百六十度的时候呢 它也是我们的同戒角 可以吗 因为这时候一样有相同的死边 相同的中边 多转了六十度 那当然的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做呢 先怎么样 转了三百度以后 再回转三百六十度 也就是说 这个-六十度的时候 跟三百度也会差了三百六十度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同戒 同戒的本质 第一个就是有相同的死边 跟相同的中边 那如果要有相同的死边 跟相同的中边 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同戒角 就会差三百六十度的整数倍 我们的同戒角 会差了这个三百六十度的整数倍 这样OK吗 刚刚有小朋友还没进来 Brandon Chen 还没进来 不知道 我确定一下 OK Brandon你进来吗 Brandon Chen 还没进来 没关系 我就先上课吧 这个先 先往下上再说吧 好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差了三百六十度的整数倍 我们就要同戒角 再举个例子 来 例如说这里转了三十度 我转了一圈再多三十度 是一样是有相同的死边跟相同的中边 好 那这时候三百六十度 再加三十度 就会等于几 三百九十度 一样的是我们的同戒角 总之我们只要差了三百六十度的整数倍 我们就多少转了几圈 这样子的话就会同戒 好 那举个例子吧 来第一小题的说例 我们要求负的二三五六 的最小正同戒角跟最大负同戒角 什么叫做最小正同戒角 就是在同戒角里面最小的正数 最大负同戒角 就是在同戒角里面最大负数 那最小正数 好举个例子 最小的正整数是几 最小的正整数是几 最小正整数应该是正义嘛 对不对 那最大的负正数呢 是不是负一 你会发现最小正数跟最大负数 都很接近零 都很接近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计算 在这个负的二三五六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 一直用加加减减三百六十度的方式 去找到最小正数跟最大负数 大概是这样子 可以吗 最小正同戒角 跟最大负同戒角的观念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了 负的二三五六 这个 基本上来说 在讨论同戒角的时候 有一些数字 我们会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 三百六十度 乘以五等于几 千八 这蛮常用的 如果 三百六十度 乘以六的话 叫做 两千一百六十 所以说我们要加同戒角 就等于 把它加了这个 2160 那-2356加2160 会是多少 算了先加一千八 这时候会等于 -556 好 那-556再加三百六 那是几啊 -556加三百六 你自己再加 这是几呢 等于 二九六 二九六 好 二九六 我们再往下加 -296度 再加三百六十 算出来就等一起 一百多少 一百六十四 可以吗 哎 一九六 是不是 一九六 一九六 这边比误 好 -196加三百六十 等于一六四 那你会发现 这个-196一加以后 就变成一六四 而且这两个数字 -196 跟正一六四 正好会在0的左右边 所以正一六四 就是最小的正同借角 -196就是最大的负同借角 再来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 这个正负同借角的观念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稍微讲一下 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讨论 搭配了这个向线角 一起来看 来 这个接下来讲几个名字 第一个叫向线角 如果是在这个标准位置的中边 正好落在XO或Y轴上 我们这时候就称这个角就是向线角 那向线角的角度呢 从这里开始是0度 这里是90度 180 跟270 那你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除了这些以外 还可以加上360度的整数倍 都还是我们的向线角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什么叫第一向线角 第一向线角 就是当我们的角度 落在第一向线的时候 例如说第一向线角 我们怎么写呢 这个θ 就会介于0度到90度之间 但这样写不完整 因为我们知道还要再加上同借角 所以说我们的角度会写成 借0度加上360的整数倍 到90度 再加上365的整数倍 这就叫第一向线角 所以同样的道理 第二向线角 90加360的整数倍 到180加360的整数倍 那270 最后这里也是 好 第三向线跟第四向线 大概就是这样去看 那我会建议你们这个 0跟360度 这个90度 180跟270 稍微的记清楚 很多时候会用到 好 那我们继续了 看第一 另一说 这个θ 是第四向线角 第四向线角 那我问你 这个3分之θ 可能是第几向线角 那如果你看第四向线角 什么叫第四向线 这里是270 在第四向线 这里看是360 我们的角度在270度到360度的中间 叫第四向线角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θ 介于270度到360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把角度除以3 所以角度介于90度到125中间 只有第二向线 这样写当然是错的 为什么 同学 你这个第四向线角 除了这个原本的角以外 还有可能加上同界 你加了同界 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同样的位置上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 不应该只看270 应该加270加k倍的360度 后面一样 加上k倍的360度 那我们角度除以3的时候 这时候变成90加上120度k 到底有没有问题 k就是任意的整数 好 那这样k是任意的整数 首先 如果k等于0的话 我们的3分之θ 就介于90度到几度之间 120度的中间 那如果k等于1呢 嗯 怎么了 哈啰 哈啰 有问题吗 就我刚才猜测的声音是子龙 子龙你有问题吗 刚是你吗 还是谁 有问题要问哦 好 这个欢迎各位有问题就赶快提出来 好 好 同学有没有问题 稍微的回应我一下 有没有问题 ok ok 呃 子龙ok吗 hello hello 一天还可以吗 到这里 ok 好 好 那我们继续哦 好 谢谢你们啊 好 那如果k等于1的话 90加120 叫做210度 120加120 叫做多少 240度 这是第二个角 那如果k等于2呢 可以我用二代 2004加90 叫330度 再来 120再加240 叫360度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发现了 我们当k等于0的时候 在第二向线 k等于1的时候呢 k等于1的时候 在第三向线 k等于2的时候 在第四向线 好 那为什么不看k等于3 同学 如果k等于3 就变成90度 再加360度 是不是跟k等于0 重复了 对吧 跟k等于0 重复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加上多少 只要去看三组就行 加上0的 加上1的 再加2的就行 那最终的答案 就是2跟3跟4 这三个都有 好 ok 那我们继续咯 讲完这个同界角跟向线角 那这一题的话综合了同界跟向线的观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 广义的三角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的三角函数 就要超过了锐角 进入任意角的境界 好来 在一个标准位置角θ的中边上 可以吗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在角的时候 首先 对一个角来说 有始边有中边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旋转这个角度 旋转到了中边以后呢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讨论三角函数 我们就对于X轴去做这条千直线 对于X轴做千直线下 那做这个千直线下来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一个这个 这个 三角形 可是这三角形 如果在这个 坐标里面 它的斜边是正的 但是呢 它的水平跟千直这边 千直是Y 水平是X 你用坐标来看 会有正有负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定义Sine Sine呢 我们就定义成斜边分支千直边 我再说一次 在广义角里面Sine 就定义成斜边分支千直边 Cosine 斜边分支水平边 那Tangent 就是水平边分支千直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广义三角函数的定义 那你要注意 这些函数 它重要的特征是有正有负 还有再强调一次 我们要对XO做千直线 对于XO做千直线来讨论 好 OK 那我们继续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快速的练习 就是讨论这个三角函数里面的四个方位 第一个是60度 如果角度是60度的时候 来 这个三角形 我们在这个第一项键去摆 1根根号3根2 那Sine 60度 斜边分支千直边 2分之根号3跟以前一样 Cosine 2分之1 Tangent 1分之根号3 好 那如果我们是看120度的时候 同学 60跟120有什么特征的关系 60跟120有什么关系 有啊 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两个三角形 60度的三角形 60度的三角形 跟120的三角形 它们之间 靠近XO的小三角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这两个三角形 几乎是类似的 只有差在两边 只有差在我们边长的正负 好来 这时候来 一样是边长1比1 根号3比2 可是你要注意 这个斜边 如果它是120度的时候 小角是60度 这个位置 它所处的这个点 是一个坐标 所以应该是写-1跟-1 跟根号3 好 那这时候Sine 120度 我们就叫它2分之根号3 Cosine就是2分之-1 Tangent是-1分之根号3 好 本来在60度的时候 是1跟根号3 这时候在120度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图形 它怎么样 它的位置在第二向线 所以呢 我们的正负 也要依照着第二向线去处理 好 那这来240度 240-180 靠近SO的小角也是60 实际上看到是240度 好 那这个时候一样是1比根号3比2 可是因为它在第三向线 所以根号3跟1都是负的 那这时候Sine的240度是多少 水平是-1 千值是-3 斜边分之y坐标 cosine是斜边分之x坐标 Tangent -1-3 负负得正 那最后如果是300度 那最后如果是300度 300-6-300 靠近SO的小角还是60度 一样是2比1比根号3 那这时候Sine就是2分之2 负根号3 cosine是2分之1 Tangent 是1分之负根号3 从这四个图 你应该有感觉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看的东西 都是靠近XO的小三角形 我们在观察的都是靠近XO的小三角形 如果这个小三角形都是一样的角度 这时候我们的三角函数就只会插在正负而已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不同的向线会有不同的正负分布情形 那我们来看 第一向线的话是OR 全部都是正 第二向线呢 是Sine 第三向线是Tangent 第四向线是Cosine 所以它有一个口诀 四个向线的记忆吧 叫All-Sight-Term-C 这个是小口诀 All-Sight-Term-C 俄大便要脱裤子的意思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把它都稍微的看过了 好 等我一下哦 Hello Hello 你又上课了 对我上课了 加油 好 OK 刚刚有人是在找我吗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样是OK吗 这四个可以 不同向线之间的三角函数 All-Sight-Term-C 那基本上来说这些正部 都会跟我们三角函数的向线有关系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往下看下一个东西 就是四个向线角 除了刚刚的内容以外 刚刚的四个向线的三角函数 简单算过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不同向线的三角函数 来 不是 不同边界上的三角函数 来 第一个 零度 这个Sine的零度 CorSine的零度 Tangent的零度 怎么去看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一个非常非常接近零度的三角形 好 你会发现 当角度很接近零度的时候 会有什么特征 你会发现斜边还是斜边 X水平的长跟我们的斜边是比较接近一样 而且Y会接近零 所以这时候散零度 斜边分之零 叫做零 CorSine的零度 你看斜边跟这个底是不是都接近了 R分之R叫做一 Tangent就是R分之零 0 所以当散零度 CorSine的零度跟Tangent零度在观察的时候 它是010 可以吗 这个写完了吗 你们自己稍微抄一下 这个图蛮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一路上到上完 那我们像这些内容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跟着稍微的 稍微的写一下 加强一下 这边蛮多东西要记得 那它是一个很工具化的东西 过程会小小枯燥 不过这个同学就是尽量的练习 这边练久了就会了 好 那再来如果是90度呢 大概长怎么样 你会发现呢 当角度接近90度的时候 斜边还是斜边 同学 斜边永远都会存在 这R一定是一个正数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X接近0 那这个Y呢 是接近正R 同向的Y是正R 所以Sine90度 斜边分支千值边的Y R分之Y Sine是R分之Y Cosine是R分之X Tangent是X分之Y 那这是我们的Sine 这个R分之Y 就变成了R分之R 等于1 那Cosine呢 CosineR分之0等于0 这时候Tangent 你会发现0分之R 诶 无意义 所以Sine90度 Cosine90度 跟Tangent90度 是10跟无意义 到这里OK吗 这来180度 180度 这是我们的三角形 一样是扁扁 斜边永远是存在的R 这时候水平边 变成了负R 因为我们的XY有正负 那这时候往这个 这个X的负向走是负R 那这Y呢 一样接近0 它是一个接近很扁很扁的三角形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当角度接近180的时候 会有这三个现象 那这时候Sine180 就表示R分之0 R分之Y嘛 这时候Y接近0 所以它接近R分之0 那Cosine呢 R分之-R 等于-1 Tangent呢 最后一个 如果我们角度接近270 来 当角度接近270度的时候 斜边还是R 同学 不管怎么样 转动的斜边都是R R永远是一次 视为一个正数 那这时候我们的X 就接近0 水平均变0 Y接近-R 开始了 Sine是R分之Y Y是-R 算起来是-1 Cosine是R分之X X是0 所以等于0 那Tangent 是X分之Y 0分之R 不存在 所以它是-1 0跟不存在 这是我们在四个 轴的向线之间 的角度关系 你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图蛮重要的 纵使你没有把它讲硬出来 也请你们把它怎么样 稍微的写一些打一打 好 好 那这个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 这个 轴跟边界上的三角函数 轴跟边界上的三角函数 顺便要讨论的是三角函数的范围 三角函数的范围 好 这个 来 如果我们来看Sine的话 把上面拿下来整理 叫做0 1 0 0-1 Sine是010-1 那我们的值 都在这些边界里面跑动 可以吧 斜边分之千值边 斜边分之千值边 所以斜边 永远在绝对值以后的长度是最大的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Sine 最大是1 最小是-1 这是Sine的范围 好 再来 cos呢 是 10-10 cos是10-10 有人跳出去 等一下 是我跳出去 不好意思 下一跳 那 cos是10-10 那 这个 cos 一样的道理 斜边 永远比水平边的长度来得长 所以 cos 在有正负的状况之下 最大是1 最小是-1 那tangent呢 同学 可是tangent呢 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tangent的特征 是有正有负 而且可以超过1的 那我们tangent的范围是 0 xx 0 -xx xx xx代表不存在 但是如果分母是怎么样 分母接近0 这个数字 其实它本质是正的或负的无限大的 所以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基本上来说呢 基本上来说 这个xx代表的就是正负无限大 的意思 所以我们tangent呢 是任意的时数 可以是0到无限大为止 这样可以吗 这三个范围 稍微写一下 所以这边有写一个注解 这个tangent的表示 比较特别的写法 就是tangent θ 算出来是任意的时数 但是它的角度 不能等于 2分之π 或者是2分之3π 加减 k乘以360度 因为90度跟270度 基本上来说tangent是不能存在的 分母不得为0 所以这两个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三个表就是我们这个sine cosine tangent的关系 包括正负啊 还有它所在的位置 搭配它的大小 好 这三个还蛮重要的 然后前面稍微画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些基础练习 来 这个来看一下这个例二 我们pxy 这个xy 表示中边上的一点 少过去中边上的一点 cosθ 等于5分之4 要问呢 x加y分之2x-y是多少 同学第一件事情 这时候 all side of the term 这是所有正值的表 这叫正值表 第一向线全部是正的 第二向线sine是正的 第三向线tangent是正的 第四向线cosn是正的 这个all side of the term 那cos等于5分之4 它所代表的是第几向线 cosn的负值会出现在 第二或是第几向线 第三向线 所以像这一题 我会强烈的建议你们 在第二向线画一次 在第三向线画一次 cosn是5分之4 所以从这里我就可以去令 x-3 y-4 去把它带进去 2x-y 除以x-1 就等于-1分之6 加4 10 带是这样子 所以算才是-10 我对不起我写反 x-4 y等于3 所以-1分之11 -11 算才是11 不好意思我刚刚这个xy 正好写反 好 这是在第二向线时的情形 斜边是5 5-43 那第三向线呢 5-4 -3 我确定 x等于-4 y等于-3 那2x-y 除以x加y 就等于几 两个都是负数 负7分之 负7分之 负8加3 等于-7分之5 那同学因为是笔值 我们可以这样去假设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算 顺带一提我们x 我们的θ角度怎么看 从死边出发 到过去看到中边 死边绕到中边 这是他们两个的θ 好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了 我们继续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 例三他说 设标准 位置叫θ的中边 也是扫动的中边上有一个点 叫x跟-5 更好2 而且我们知道tangent 等于更好2 要求sin跟cos 只是多少 像这种需要讨论角度正负的时候 都拿出这个正值表 O-5 O-3 Tangent Tangent等于正数 代表有可能在 怎么样 第三向线跟第一向线 第一向线 可是这里的y是一个负值 综合这两个事情 我们叫θ在第三向线 θ在第三向线 好 同学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什么 好 没事 来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了 Tangent 可能是E3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给的条件 告诉我们 这个角度是第三向线 那我们就画一下 x-5 更好2 斜边不知道 那我们这时候知道tangent θ等于x分之-5更好2 根据题目说是更好2 所以x很简单的就是-5 那斜边是不是可以上 注意哦斜边有点是正 斜边就是根号的-5的平方 加上-5 根号2的平方 1比根号2比根号3 所以应该是这个-5根号3 那知道斜边是5根号3就简单了 x-4 等于r分之y做平方 5根号3分之-5根号2 月料 只有3分之-5根号2 那x-4是多少 5根号3分之-5 等于根号3分之-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 没有很难 我稍微看一下 你会发现我很容易的用画图 跟这个all side turn口的口诀 去判断台湾该要的政府 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在写题的时候 也要用这all side turn口 还有画图 多画图 多进步多再分 好 继续 他说θ为第二项线角 然后呢我们要问这个1-3 除以1加3 tangent cotangent分之1在第几项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θ是第二项线角 在第二项线角的时候注意哦 第二项线角就是所谓的第二项线的位置 没有在轴上 所以我们知道θ可以视为介于90度到几度 180的时间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sinθ 就是多少 1到0的范围 因为sin12向线为正 那口诀呢 口诀是多少 0到-1 tangent没有边界的大小 tangent只有正负去看 那在追题里面θ是第二项线 所以tangentθ会小一点 那就一语课来看 那这时候来看 p1-sinθ 除以1加sinθ tangentθ tangentθ 口诈θ分之1 我们知道sin是介于1到0之间 1-0点多的意思 1-0点多是一个正数 我们要讨论的是结果的向线 向线只要看正负就好了 那分母呢 1加1个正数 再来 tangent是负的 口诈也是负的 分之1 第二项线的口诈是介于0到负1之间 好 所以我们这样写完以后呢 就会发现正正得正 负负得正 我们的结果在第一项线 tta是第二项线角 可是我们要的是这个p的数值在第一项线 大概就这样 下面就有那些三角函数的范围 你们注意一下 我有这方面重写 那你要注意的是tangentθ 不能等于2分之 不能等于90度 或者是270度 加2k盘 这没办法使用 我写票乱一点 好 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自己稍微的整理一下 这个不能是90度 或是270 因为这时候tangent不存在 那例5呢 例5它说θ借于270到360 它是一个第四项线 算是一个负数 那我们是不是要搭配 3平方tta加3平方tta等于1 去连利去算 那这一题我们就先跳过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等一下再继续 休息到7点回来 好同学 请你们7点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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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百 cak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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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条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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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